好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政壇的消息 這些人呢 我們最後都要選出最強棒 以及最能夠聽到人民心聲的人 北北桃尼里的選戰 我們說是重中之重 我們來看一下台北市長的選戰 現在國民黨應該算是這個拍板了 傳出5月25號 就是在國民黨的中常會之後 要提名蔣萬安 然後要擔任藍營母雞的角色 對此陳時中表示 就是祝福啦 祝福他們心想事成 那對於陳時中本人來說呢 他心裡所想有沒有事成呢 大家在想到底 陳時中有沒有要出來選呢 會選哪裡呢 但是現在有個聲音啦 指揮官要專心防疫 呼籲其他的什麼都不要想 那麼在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的部分呢 最近他網路聲量其實蠻高的 選北市的風聲的確呢 越傳越盛 市長柯文哲呢 表示先前呢都是以這個防疫為主啦 選舉還是很後面的事情 是不是不想這麼早亮牌呢 那民進黨北市人選的確喔 亮牌的時機點會不會是7月以後呢 力挺有一派人力挺陳時中出來選的英系人士就說 陳時中何時宣布投入選舉沒有這麼急 7月底全代會之前都來得及 這也難怪了很多專家都說我們的疫情可能會在 7月底的時候開始逐漸穩定 是不是在等這一個時機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國民黨要來提蔣萬安參選 那麼現在呢大家也一直不斷的PK 譬如說像是陳時中啦 但民調的部分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最近呢的確因為疫情嚴峻的關係 快篩之亂的關係民調低鳴之際 陳時中的民調呢 在現在國民黨提蔣萬安的這個選舉策略呢 國民黨立委陣陣前澄清 他說呢沒有關聯 不是因為這個關係這個時候來推蔣萬安 好全民只期盼能夠抗議成功 那民進黨立委羅志正則認為 提名要考慮到疫情的進展 選對會會再做 全盤的考量再公佈名單 跟民進黨防疫做的不好 其實沒有相關聯 因為民進黨防疫做的不好 其實我們在野黨就不斷的監督 要求他要把防疫工作做的好 讓國人能夠有一個好的 安全的一個環境 那跟整個提名的那個進度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國安委員其實在台北市長選舉 這一議當中的時候 能夠得到更多台北市民的一個認同跟支持 然後能夠進到台北市政府 為更多的台北市民來服務 我想反對黨跟執政黨不一樣 反對黨可以全新去拼選舉 但執政黨還有執政的議題要處理 尤其現在是疫情的期間 所以我們不用像國民黨一樣 那麼急著出台 但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所謂提名的時間點 還是必須考量到整個執政的一個進展 還有我們整個疫情的一個控制 所以民進黨應該不用那麼急著 立刻在這個時候就推出人選 選對會 那具體可能的人選 我相信選對會都做一個全面的考量 那我們當然提出的一支最強的 最能夠勝選的候選 那至於哪些具體的人選 我相信選對會應該會把所有的人 都做一個全盤的這個考量 做一個評估 那可能的人選 可能應該都會被徵選才對 我是覺得說要選舉也要好好去儲備 因為現在防疫的時候 說實在台北市長什麼人要出來也不知道 但如果是說陳時中的時候 他現在防疫現在不沙沙 你要說叫他放下去 他敢做下去 所以說在這裡有說七月才來也會付 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選舉 是要有準備 還是最適合的 我跟你說實在 我覺得說 所有的醫護人員 包括指揮中心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每一天出來的進行都不一樣 越來越多人 好 郭峰警問 北市有新氣象嗎 打一個問號 那我們來看桃園的部分 爭取要來出戰參選的羅志強 在今天他說起了一個大早 他為了投入桃園市長的選戰 他請辭了北市議員 現在沒有公職在身 清晨五點鐘 他在這個英語綿綿的 桃園青浦新街西散步 然後他就PO了一個文 他說感嘆 嘆什麼呢 他說現在全台灣生受疫情之苦 許多人生活為難 被奪走健康生命 沒有公職在身的我 盡力為大家喉舌 那在今天呢 有個新消息 他的進選團隊 在天心血 是田方倫路列 之前的辦公室主任田方倫 那出任的是 桃園加疫情的關懷部主任 我們來看一下羅志強現在 他一步一腳印深耕桃園 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桃園青浦的新街西 那這邊有一條溪流 那因為下雨天現在 還算蠻水位蠻高的 那今天早上五點鐘 就自己是起來沿著新街西 這邊散雷下部 當然可以散步的這個 我們講說他的步道的長度 其實不多 不會很長 大概走 差不多兩三個街區 那可能就 步道就斷掉了 那我覺得是有點可惜啦 因為青浦作為 桃園重點開發的一個新市政 那如果能夠多一點清水空間 我覺得蠻好的 那因為下雨天其實這邊也沒什麼行人 那我是這邊走了一段 再往這個高鐵清浦站 那邊去走 等於是當作 散散步 也一方面沉澱自己 另外一方面也是 好好的來去 聽聽桃園 看看桃園 那走在路上 其實有些民眾有認出來 會跟我打個招呼 那大部分時間就是自己跟 靜靜的走 我想 疫情期間其實 真的很多人都很辛苦 那 也遇到了包括生命乃至健康 非常重大的威脅 我現在已經沒有公職 所以能夠做的部分 就是為大家把聲音發出去 努力的為民喉舌 那希望能夠在疫情期間 掠盡綿薄之力 就像我的競選辦公室 現在新設的一個部門是 疫情關懷部 那我們現在也已經請 田方輪 大家很熟悉的田方輪 他來擔任 疫情關懷部的主任 那他不管是在服務選民 然後 還有在論述 議題 街頭演講 活動的舉辦 其他都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所以也很期待 我們能夠在 這個疫情關懷 這件事情上面 可以 幫大家分擔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選戰的部分 我們說年底的選情呢 北北桃當然就是 選戰的重中之重了 那有關於國民黨 在桃園市提名難產 好像呢 很多人都表達有意願 那誰是最強棒呢 今天這個羅志強啊 凌晨五點鐘 他說呢 去這個西邊散步 感性的PO文說 感受到這個疫情啊 很多人被奪生命 沒公知的我 盡力為人民喉舌 那立委呂玉玲呢 他則是說 桃園有486位的里長 連署要力挺他出來參選 他說我就是桃園最強 那再來喔 傳出說先前黨內 有意找民調最高的 立委魯明哲 不過他多次說沒意願 最近態度好像不一樣 說黨中央沒有跟他聯繫過 但是如果黨中央 極力的徵招 他會考慮 那最後呢 他也呼籲說 團結才是國民黨 勝選之道 我們來聽聽他的最新說法 事實上在 我們徵詢之後 到現在一個月多月的時間啊 的確 這個黨中央沒有跟我 任何的一個接觸 包括 這個電話 去談任何的事情 我對於 所有這個桃園市市長的一個選舉啊 跟我過去的宣布的一個 所有心理的狀態是一樣的 也就是成功不必在我啦 因為現在看到有 這麼多的一個同志 已經宣布參選了 那也看到我們的這個書記長 我想 換委員 他在這個月也看到他的聲量 也翻了五六倍 那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期待年底的團結 是所有的 我們現在被提到的候選人 都能夠累積最大的能量 加起來才能夠在年底 慎選 討厭市長 如果國民黨 沒有人要參選 那坦白講 再大的困難 你可能也都要拚 第二個 是如果 我們整個參選的過程中 如果真的是我們民調 贏了10% 贏了15% 而且這個贏的比例非常大 而不是我們當時擔心的 贏的人第一名第二名差2% 誤差值之內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民調 如果持續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看到你所有的同志的民調都在成長 我個人是覺得一個開心 如果黨徵召我 我昨天已經說了 我會非常慎重的一個考慮 因為考慮的包括了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再走下去 能不能地方的一些的朋友的力量 能不能團結回來 現在這個包括志強兄帶來的風潮 有沒有可能集合回來 就是本身 你是不是最好的一個選項 在中央的角度 跟我們自己在考慮的 到底行還是不行 如果只是一個 國民黨黨內民調贏2%的第一名 然後打到年底 也不見得會得贏 所以團結 或者不 能不能把所有的力量團結回來 應該是黨中央跟未來任何被徵召的人 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